民宅三楼窜出汹汹大火 消防队到场灌揪 但左右邻居哪还敢睡 还有人一边围观 一边直播 住在里头的是一对母子 妈妈大约七八十岁 母子俩仓皇逃生 邻居说疑似是电线走火 而事后火吊科重回现场 三楼阳台房间一片焦黑 屋主弟弟说当时沙发上 的确有手机正在充电 怀疑是充电引发爆炸 成了起火主营 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 而不少人晚上睡觉 的确会将手机放在沙发上 或是床边充电 时间过长或是里头零件受损 的确可能引发爆炸起火 火警意外一烧就是一个多小时 幸好屋内母子逃得快 没有造成伤亡 接下来 李梦就有同心 章话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